第十三集 伊利丹的愤怒 当布洛克斯拿起地上的碗 递到泰兰德手中的时候 一发火焰剑 突然从泰兰德身后射出 打中了布洛克斯 同时施法者来到了泰兰德面前 泰兰德看到了伊利丹那标志性的金色眼睛 你还好吧 泰兰德 那个邪恶的出手没有伤到你吧 他根本就没打算要伤害我 伊利丹 你怎么能这么做 我只是担心他会伤到你 那只野兽他能 他如今被关在里面什么都做不了 再说他也不是野兽 不是吗 让我仔细看看 反正他不是什么文明的物种 他只是想要把碗递给我 而且就算真有危险 伪兵们就在旁边 对不起泰兰德 也许是我反应过度了 可你必须承认 就算是祭司 也很少有人会像你这样冒险 你可能不知道 但他们说他醒过来就差点打死一个月之首位 是的 我忘了将这个细节告诉你 请原谅 感谢你的关心伊利丹 但我再次声明 我没有遭遇危险 天哪 月神在上 他的手指被烧成了焦黑色 他很痛苦 我要为他治疗 泰兰德 别那么做 退后 谁都别过来 你知道我对你没有恶意 我能帮你疗伤 拜托了 请相信我 伊利丹 请你暂且回避一下 什么 泰兰德 你 听我的 伊利丹 他能感觉到伊利丹在强压怒火 可他还是照他说的转过身去 面向广场周围的一桩建筑 泰兰德再次看向布洛克斯 这个兽人的眼神紧随伊利丹移动 甚至显得有些满意 然后 布洛克斯把目光移回泰兰德身上 谨慎地伸出了焦黑的手掌 泰兰德握住兽人的手 惊讶地查看着他的伤口 两根手指上的皮肉被烧掉了好几块 第三根手指又红又肿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伊利丹 是我最近新学的一个法术 这一定不是在塞纳流斯那里学到的 很显然 你更加喜欢和擅长使用这种魔法 布洛克斯 你能尽量把手往外伸一些吗 别害怕 月神 请您聆听我的恳求 布洛克斯一边看着卫兵 一边将那只野兽般的手掌使劲伸出钢条 泰兰德本以为这样会触发某种阻止他越狱的魔法 然而并没有 想必是因为这个兽人从来没有表示出要逃走的举动 所以笼子的法术也就没有生效 泰兰德无视卫兵脸上惊恐的表情 拿起瘦人的手指 逐一轻柔地亲吻起来 泰兰德是在恳请艾洛恩的眷顾 希望女神能帮他减轻布洛克斯的痛苦 治愈伊丽丹情急之下对他造成的伤害 他抬头仰望天空 一轮明月高挂在头顶上 月神 请您赐予我您的纯洁 您的悲悯 您的慈爱 助我治愈这个伤口 只见银白色的月光倾泻而下 那是艾洛恩的光芒 笼罩着年轻的女祭司 泰兰德浑身光滑四射 仿佛化身为月神本人 他自己也感到与女神融为了一体 眼见这番奇妙的场景 布洛克斯差点把手缩回去 值得称道的是 他对泰兰德表示出了完全的信任 任由他将他的手往月光里拽 在月光碰到他手指的一瞬间 烧伤的血肉完全愈合 骨节之间的皮肤又重新长了出来 伊利丹给他造成的可怕伤害 彻底消失了 泰兰德只用了几秒钟就帮他愈合了伤口 布洛克斯一动不动 像孩子似的把眼睛睁得老大 围兵们纷纷单膝跪地 低下头向女祭司表示敬意 布洛克斯将手抽到眼前 仔细查看每一根手指 难以置信地试着弯曲活动 接着他又摸了摸皮肤 起初小心翼翼 等他意识到完全不会痛时 这才放心大胆地揉捏起来 从这个大块头的嘴里 爆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突然 布洛克斯又在笼子里不断挪动 泰兰德担心他身上其他地方还有旧伤 但他受人很快就不再乱动 多谢你 萨曼祭司 我欠你一个人情 不必如此 你没事吧 我 刚才 成功了 姐妹 能否也请你向我赐予祝福 当然可以 根据月神的教诲 任何人都可以无常享有 爱卢恩的赐福 被他施以祝福的人越多 就会有越多的人 理解月神倡导的博爱与团结 并将这种理念 散播给更多的同伴 泰兰德摊开手掌 依次触碰了每名卫兵的心脏与额头 表示心神合一之意 所有人在得到祝福后 都对他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伊丽丹这时再次过来 拽起泰兰德的胳膊 你该休息了 泰兰德 跟我来 我知道一个地方 萨曼祭司 我这卑微之躯 是否也能得到你的祝福 你为那怪物已经做得足够多了 你连战都快站不稳了 快跟我走 泰兰德 不 伊丽丹 月神不会拒绝任何需要他帮助的人 我要为他祈福 布洛克斯 愿埃勒恩注视着你和你的 愿你的臂膀 坚硬如腐 谢谢你 现在你该跟我 很抱歉 伊丽丹 我觉得很累 整夜都没有合过眼 我感受到月神正在向我传递信号 让我返回神殿 回到姐妹们身边 你不会怪我的 对吧 嗯 不会 你是该好好休息了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 我自己走回去就可以 以利丹没再多说什么 只是微微拘了一躬 表示尊重他的决定 泰兰德临走前 又转身从布洛克斯笑了笑 受人点了点头 虽然身体疲惫不堪 泰兰德却觉得神清气爽 如果可能的话 他稍后想要跟神殿中的高阶祭司们 谈谈布洛克斯的事 神殿肯定能为这位流亡者 做些什么 泰兰德身披月光 朝神殿的方向走去 他现在越发读信 今夜的经历 将会彻底改变 他的人生轨迹 这一切都是艾鲁温的安排 他真想马上就去征询高阶祭司的意见 伊利丹注视着泰兰德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广场 他太了解这个女人了 知道他此时正在全心全意地为女神效忠 这份执迷足以战胜一切 当然不会理会她的反对 他原本打算今天向他表白自己的心意 可那机会却硬生生地被毁掉了 伊利丹苦等了好几个小时 躲在暗处观察着神殿 等待着泰兰德的出现 他知道 如果泰兰德刚一走到殿外 他就立即迎上去 会显得过于做作 于是继续默默地注视着泰兰德 想要在广场上制造一场偶遇 谁知泰兰德却发现了月之守卫抓来的那个怪物 他惊心酝酿的计划全都落了空 而且现在他不仅错失了机会 还被泰兰德看成了不可理喻的恶棍 他在泰兰德面前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下去 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那个怪物造成的 想到这里 咒语就悄无声息地从伊利丹口中溜了出来 他的右手也紧紧地钻成一团 随后从笼子的方向传来一声嘶喊 伊利丹迅速回头看去 只见那边光芒耀目 却不是月亮头下的银色光滑 而是赤红的火焰 仿佛要生生地将笼子连同里面的俘虏一并吞噬 那个邪恶的怪物痛不欲生地惨叫着 旁边的卫兵也都看得不明所以 伊利丹赶紧释放出一道相反的法术 火光消失了 俘虏停止了叫喊 趁着还没人注意到他 年轻的伊利丹快步离开了现场 他刚刚尽情地宣泄了胸中的怒火 用火焰鞭斥了那个罪魁祸首 他暗自清醒卫兵们没能意识到真相 泰兰德也早已走出广场 没有看见他的愤怒时刻 他同时也感激在笼子周围释放魔法屏障的月之首位 若是没有那道屏障 里面的怪物早已死在他的手上 伊利丹远远地回头看了一眼 愤怒地注视着笼子里的兽人 你这是自寻死路